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世界一周还是会带着你走出国门看看外面的世界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要跟随摄像镜头去越南的胡志明市穿街走巷 欣赏各个巷子的不同风光 世界一周我们寻幽探秘曲 小巷万千纵横各有特色 各路相亲齐聚胡志明市 以各自绝活拼凑出越南的美丽与自信 不管是二十年经验的工匠 也不是专业人士你做根本就做不出来那种效果 还是十二岁的小学生 走一趟滨海湾花园与灯笼庆团圆 下个星期四就是中秋节了 现在市面上卖的灯笼都是工厂大量制作的灯笼 那传统的手工制作的灯笼已经很少见了 其实本地的灯笼除了来自中国 也有一部分的灯笼是来自越南 今天我们就到越南去看一看这个行业 胡志明市有一条独特的巷子 大家都习惯叫它灯笼巷 灯笼巷位于第十一郡的洛龙军街 早期这里家家户户都以编制灯笼为业 传统灯笼都是用手工编制的 没有机器可以代劳 编制灯笼的骨干再粘上灯罩 都需要一定的手艺 因此往往是家庭作业 一代传一代 随着时代的改变 即使在越南制造传统灯笼这样的行业 其实也不多见 除了大家都会编制灯笼 这条巷子含有一个特色 原来这里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信奉天主教 整个社区的中心就是一座天主教堂 巷子是围绕着教堂兴建的 老板娘白石春说 他们的父辈来自北部靠近河内的河南省 大家住在同一个村子 村民全都是天主教徒 1954年共产党在北方执政 他们全村就跟着教堂一起往南迁移 来到当时南粤的首都西贡 就是现在的胡志明市 在教堂的协助之下 在这里安了家 可是田地没有了 无法继续耕种 生活就成了问题 不过村民大部分都会编织灯笼 这门传统手艺 于是开始制造灯笼讨生活 城市里懂得编织灯笼的人 原本就不多 结果这里反而一枝独秀 形成灯笼业的中心 百世春在这里出世 从小跟着父亲做灯笼 后来和丈夫继承了这个行业 编制灯笼的手艺 这么多年来其实没有什么改变 不过以前全都是用竹子 现在有时候也用铁丝 方法大同小异 手艺是相通的 目前他在制作的是 来自新加坡的订单 要一万个灯笼 赶在中秋节之前交货 买家要求全用铁丝 原因是这样可以折叠起来 方便运输 用竹子编制就没有这么方便 大部分是供应越南当地的市场 做好的灯笼还要一个一个上彩 夫妻俩日夜赶工 一天也只能完成大约五十个 这一个也在赶工的家庭说 为了应付中秋节 两个年轻的女儿下班之后 也会来帮忙 但是除了中秋节比较忙 平时的订单逐年减少 因此请不起工人 全靠两个老人家自己撑下去 他表示 现在市面上很多新设计的灯笼 无必靠手工编制 容易做成本低 他们的生意多少受到影响 因此左邻右舍很多已经纷纷改行 灯笼象这个名称迟早要消失 如果你有机会到胡志明市的话 你会发现这座城市大的惊人 大街小巷纵横交错 不过有趣的是 每一个街道或者是巷子 都有自己的特色 而这些特色都是源自于 特定的历史背景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另外一条街道 去看一看另外一种风情 胡志明市是越南最大的城市 人口超过900万 包括了19个郡区和5个县 在上个世纪 越南战乱连年 人口流动很大 特别是胡志明市 很多居民都是战争期间 迁移过来的 大家不但聚居一处 而且还带来了家乡的行业 形成胡志明市 特殊的行业分布 比如以布料出名的七贤区 大部分居民是来自 中部的广南省和广义省 这两个省份自古以来 就以纺织闻名 因此七贤区里有很多项梦 房子的外表很简单 但是狭窄的小门内 却摆放着大型的纺织机 几乎家家户户都以纺织为业 也有另外一些居民 因为家乡的特产 而发展出各自的行业 比如一说到买花 大家就会想到 第十郡区的胡志明市 远近驰名的花市 有趣的是 居民几乎全部都来自 中部的大乐 大乐位于中部高原 气候温和盛产花卉 也是当年法国殖民地官员的 避暑胜地 独立战争开打 大乐守战争波及 居民纷纷外逃 花店老板娘陈世玉凤说 她的父亲就是在战争期间 来到当时的西贡 落地生根 战争结束之后 大乐人为了谋生 渐渐地就和家乡的亲戚 取得了联系 把大乐的花卉 运到胡志明市售卖 大乐人都聚在一块 因此这条巷子 家家户户都卖花 形成了花卉市场 她还记得 父亲以前天天开着货车 从家乡大乐把鲜花运过来 每趟要六个小时 来回把设非常辛苦 随着社会安定 大乐的花卉种植业 也越来越兴旺 现在的规模和营运方式 非常现代化 有承包商负责包装和运输 每天按时把花卉送来胡志明市 大乐的花卉 不但闻名越南全国 也打进了国外市场 特别是在日本和台湾 非常受欢迎 市场很大 目前在胡士基花市 有不少同乡 已经成为花卉的 出口外销的批发商 这里经常有外国人来看货 移民往往都有 他们坚韧的生存能力 即便是没有土地 也难不倒他们 接下来看一看 一群漂泊的居民 他们如何发展 甚至壮大自己的行业 离乡背景落地生根 是一般移民的写照 但是为了讨生活 有些移民即使没有土地 他们也一样能生根 第七郡区的陈村转街 有一条运河 河边停满了小船 大部分一停就是几十年 漂泊的船成为了永远的家 住在船上的陈世芳说 船民全都是来自沿海的滨之省 滨之省盛产椰子 他妈妈当年就经常开着 载满椰子的船 到繁华的西贡售卖 1960年越共攻下滨之省 母亲有家归不得 从此再也没有回去 干脆把船停在河边生活 37岁的陈世芳在船上出世 在船上长大 最后也在船上结婚 婚后他和丈夫决定要有一个新的家 而这个新的家竟然也是一条船 陈世芳和母亲一样 在河边卖椰子和其他水果为生 不同的是 现在的椰子都是由批发商 从滨之省运送过来的 他现在有三个孩子 一家五口住在船上 从来没有离开 船上的特殊环境 看来对孩子的成长不太理想 他有没有想过到岸上居住呢 他说 船上的生活自由自在 搬到岸上恐怕反而不习惯 此外 椰子从水路运过来 就在船边售卖 如果住到岸上 货物要搬上搬下根本不可能 不过最重要的是 停泊在这里的船只 这么多年来全都没有交租金 船上的设备应有尽有 甚至有食水供应 因此很多船家都和他一样 继续住下去 将来如果有一天政府开始干预 到时再做打算吧 随着供应商的产品 越来越多样化 船家售卖的水果也越来越齐全 像这一艘船所摆卖的 琳琅满目 因有尽有 运河边渐渐成为了 胡志明市的一个水果市场 有时候待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太久了 反而会因为太安逸而缺乏动力 新的环境 新的人事 看起来一切都难以掌握 但是都有可能是鞭策自己成长的动力 出现新变化的 还有香港的立法会选举 新北京的建制派 虽然依然掌握控制权 但是这次选举却产生了一股新的抗衡力量 稍后我们就去看一看 两年前的战中运动 对香港的政局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欢迎回到世界一周 刚刚过去的星期天 是香港立法选举 这是香港主权转移以来的第六次 在这次选举当中 反北京立场的非建制派 包括泛民主派 本土派和部分独立人士 一举拿下了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席 绑住了对重大议案的否决权 同上一届选举相比 非建制派议席增加了三席 由于本土派的冒起使得 香港立法会形成建制派 泛民主派和本土派 三分天下的局面 包括曾经参与2014年战中运动的其中一名学生领袖 成功当选 有分析就认为 58%的高投票率显示香港市民一改过去对政治的冷漠 而这将对本土派的发展有利 预计北京中央政府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 这一届的立法会选举 在港府对候选人进行政治筛选 由候选人受政治压力退选 多名泛民主派候选人在选前弃选 以集中票员等争议声中展开 除了就有的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争 本届还有许多新成立 提倡自觉的本土派加入战团 形成建制派和非建制派的争夺战 在星期天举行的选举当中 由于有不少选民 选择在当晚观察民调结果后 才动身去投票 为非建制派配票 导致不少票站出现通宵排队的罕见情况 也冲高了投票人数 这次有220万人投票 人数创新高 投票率达到58% 立法会的70个议席当中 非建制派总共取得30席 保住三分之一的少数否决权 而建制派则总共赢得40席 其中民建联占12席 继续产联第一大党 其中备受注目的是 多个本土新政党候选人当选 其中代表香港重制 出战港岛区的23岁学生领袖 罗冠聪 以高票当选 成为香港立法会历来最年轻的民选议员 而首次参选以民主自决为口号的独立候选人朱凯迪 最终以8万多票当选 成为地区直选中获得最多选票的票王 有香港审美表示 支持年轻人进入立法会 战中的雨伞运动后 刺激不少香港年轻人 在立法会投选非建制派 以表达对港府的不满 当选议员将会在今年10月1号就任 香港的立法会选举 跟我国的国会选举类似 但是香港的立法会的全部70个议席 并不是都有香港市民直接选举出来的 那么到底立法会的议员是如何选出来的 亲北京的建制派和泛民主派 对立法会议席的争夺意味着什么 立法会的选举制度又如何影响到 各项议案的推行以及特首普选的方式 我们一块去了解 香港立法会有监管政府施政 审核财政预算 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 处理港人投诉 以及在特首有严重违法和独职时 弹劾特首等职能 香港的立法会共有70个议席 分成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 70个议席当中 地区直选的35个议席 由300多万名香港选民选出 另外35个议席 在功能组别选举中产生 功能组别之下的传统功能组别 代表香港各行业和组织 由不同领域的登记选民 选出30个代表议员 由于登记选民只有大约24万人 因此被称为是小圈子选举 另外5个席位称为超级区议会 参选人必须是区议员 由非功能组别的300多万名选民选出 香港的选民每人有两个票 一票在地区直选当中 投给自己所属选区的候选人 另一票则投给所属的功能组别候选人 或者超级区议会的候选人 在近年的选举中 泛民阵营可以在分区直选中 获得半数议席 但在功能组别选举中 通常都有支持政府和亲中的建制派占优 立法会在特首和立法会普选 等重大议案方面 必须获得三分之二议员赞成才能通过 也就是说 只要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议员反对 就能否决议案 这届的选举是2014年 占中运动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 289名候选人 角逐70个立法会的议席 可说是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选举 这届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候选人 就是因为香港自占中运动之后 出现了具有港独色彩的政治团体 为了达成各自的政治主张 这些被称为是本土派的政党 纷纷派出人员出站立法会 香港在2014年发生了持续两个多月 要求普选特首的雨伞运动后 催生了多个称为本土派的新政治团体 这些新的政团大多具有本土倾向 甚至提倡香港独立 引起北京和香港政府的高度关注 其中最受瞩目的是一批 在雨伞运动而成名的学生领袖 其中罗冠聪和黄之锋等人 在今年初成立新政党香港重制 以民主自决为纲领 主张在香港回归50年后 以公投决定香港前途 由于黄之锋未打法定的参选年龄 因此由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 参加这一届的立法会选举 有亲中的建制派立法会候选人就表示 香港不可能从中国独立出来 有分析认为 过去立法会的选举都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争 然而随着这些新政团的加入 就变成了是建制派和非建制派之争 非建制派的阵营中 除了泛民主派 代表本土派的新政团之外 还有一些中间派和独立人士参选 分散了泛民主派的选票 由于这些本土力量获得不少年轻港人的支持 因此引起北京和港府的不安 在选举启动之前 香港选举事务处就要求参选人签署 拥护基本法的声明 并承认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结果激进的本土民主前线参选人梁天齐 以及主张香港独立建国的 香港民族党参选人陈浩天等7人 因为提倡港徒而被取消参选资格 是立法会选举以来的首次 事件引发数千人上街示威 抗议港府为参选人进行政治筛选 至于顺利参选的本土派候选人陈泽涛 由于在竞选期间 布施发表港独宣言 港府罕有的在投票前发表声明表示 会向这些候选人保留追究权利 香港是国家的部分是十分清楚的 有任何人主张香港独立 因此分裂国家 是违反基本法 和违反香港的建制地位 这件事情十分清楚 是非黑白十分分明 为了控制港独言论渗入校园 港府也向学校施压 表明学校不应该出现 港独主张或活动 再次引来教育界的不满 香港理法会选举多名 曾经参与战中运动的候选人 高票当选进入了议会 这些候选人都主张民主自决 被视为是本土派势力的抬头 中国国务院港务事务办公室 就选举结果进行了表态 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港独 另外这次的立法会选举 在很大程度上也冲击到了 明年三月举行的特首选举 现任特首梁振英是去是留 还是北京政府有了新的人选 舆论都高度关注 发起战中雨伞运动的罗冠聪 战中期间在街头宣扬民主理念的刘晓丽 和以香港民族前途自决为号召的青年新政 所推出的候选人梁颂恒 进入了这次的立法会 宣示了本土派的意外胜利 政治观察家指出 本土派的崛起 让雨伞运动又卷土重来的可能 评论认为 本土派的胜利将让北京政府 又进一步打压的借口 但也有分析认为 人气低落的梁振英将不会连任 新任的立法会里 估计有35议席反对梁振英连任 形成了一股倒梁势力 新立法会很可能启动 对梁振英的不信任动议 这样一来 北京政府可能另选他人 以缓解香港目前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 香港立法会选举结果尘埃落定 备受瞩目的第三势力 也就是本土自决派系 要如何长久的经营 如何影响香港的政治局面 值得关注 一群朋友开心的打鼓玩音乐 要不然就是相约在球场踢球 这不是社区康乐活动 而是在乌拉圭的一所监狱 这些囚犯除了能够自由活动 甚至还能走出监狱去上课 或者是在监狱内创业 究竟这一所什么样的监狱呢 稍后告诉你 欢迎回到世界一周 泰国刚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旱灾 就连最大的淡水沼泽也经受不了太阳的照射 湖水都蒸发了 当地官员却担心旱灾有可能会重创到旅游业 辽阔的土地上一群牛字意地奔跑 但是不论跑多远 前方的土地还是贫瘠的 这里的草地已经变成了 死气沉沉的黄褐色 其实这里是泰国最大的淡水沼泽 是逢几十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方圆200平方公里的沼泽 几乎见不到一滴水 叶子也是一片枯黄 见不到绿意 今年泰国77个省份当中 有35个省份被列为旱灾灾区 为了节省用水 一些地区已经实行制水措施 更偏远的乡镇就要依靠政府送来实水 乡镇先是用超大型的水桶储存好政府送来的实水 然后才由村民个别用自己的水桶来装水 然后搬到自己的家里 这名村民就说 自己住在这一区六十多年来 从没有遇过这么严重的旱灾 就连水稻都是干涸的 船只通通只能够停靠在一旁 完全没有用物之地 当地政府出动挖土机 尝试挖掘出河道 好让渔夫能够开着船到附近的河流捕鱼 但是效果并不理想 这名渔夫就说 这些村子连洗澡的水都没有 土地都裂开了 七八月是雨季的时候 但是要恢复沼泽地区的生气 单靠雨水并不足够 当地官员说 中央政府必须拨出一笔预算 重整这个生态区域 否则将很难吸引旅客回流 因为厄尔尼诺现象的关系 今年的雨量比往年少 气象专家已经警告 今年六月是自1880年 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 也是连续第十四个月 全球平均气温打破记录 一片枯航的土地 看了真的有些让人一直消沉 不过我们现在就去保加利 看一看一群艺术家 是如何发挥巧思 创作出惊叹连连的3D画作 让人跳脱传统 颠覆固有的思维 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另类美好 严孙三人对着一只放大镜 好奇的张望 究竟能看到什么东西呢 原来是一名德国艺术家 正忙着为他的3D画作 进行最后的修饰 他画的是一只被靠起来的熊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想要让可怜的熊 重获自由呢 这场在保加利亚一个小镇 所举行的艺术节 邀请各地的艺术家 为走道和墙壁增添色彩 这位来自意大利的画家 利用深浅不一的绿色 营造出了美女横堂草地的图案 想要和美女一起共度午后时光 你也得一起躺下才行 这名墨西哥艺术家将不同的灰色 在地上来回地粉刷 从这个角度完全看不太出来 这究竟是什么图案 他说他最喜欢看到人们在恍然大悟之后的表情 乔 这个样子看起来 是不是就像是靠着海豚呢 艺术家说这类作品经不起大雨的冲刷 尽管无法永久保存 却能尝现出最精彩的一面 而这就是人生 艺术家的巧手让画作有了新的诠释 也带来新的生命 而在南美洲国家乌拉圭 有一所监狱也让大批的囚犯重获新生 这所监狱提倡的不是惩罚 而是给予全然的信任和尊重 你能想象吗 监狱有多自由 它能让囚犯走出去外出上课 囚犯呢 也能够在里头按自己的喜好 发挥所长或者创业 甚至能够让家人在狱中留宿 开心击鼓玩音乐 和朋友在球场踢球 这里弥漫着自由自在的氛围 然而这里不是什么社区 而是监狱 在这所监狱里 囚犯很少待在牢房里 监狱鼓励他们工作 做自己擅长的事 会修车的可以开修车中心 喜欢音乐又能言善道的 可以做DJ 擅长做木工编织的 也可以制作婴儿床 出售卖钱 囚犯可以将所赚到的钱 寄给家人 或兑换成消费券 在监狱使用 这所监狱还是创业家的摇篮 囚犯阿雷利亚诺 就在狱中开了这家杂货店 尽管为了这家杂货店 阿雷利亚诺的家人必须举债 但这些付出得到了回报 足以改变一生 回首过去 阿雷利亚诺懊悔荒唐的过去 如今他只想出狱后创业当老板 融入社会 不止如此 这里的囚犯能使用手机 还能每星期离开监狱几次 到学校上课 家人每星期能探监三次 囚犯的妻子还能在狱中留宿 这哪像一座监狱啊 的确 这就是监狱想营造的理想环境 监狱点狱长表示 环境能改变囚犯的性格 当人们给予囚犯应有的信任和尊重 他们都愿意改过自新 而守护这座监狱的是 手无寸田的女性 她们都是心理学家和社工 她们负责辅导和管理囚犯 然而有专家认为 这种充满人道理念的管理方式 并不适合所有监狱 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 不过监狱方面认为 这样的改革实验深具意义 特别是面对监狱爆满的南美洲国家 是个不错的借境 通过宗教的力量 也可能带来心灵上的平静 在日本 当地人在举行丧礼的时候 已经不再通过传统的方式 寻找庙宇的协助 而是自己上网 寻找费用相对低廉的服务 送亲人最后一程 亲生平稳的送经生 配合肃穆庄严的装饰和板设 日本人通常会在亲人过世的时候 以佛教的方式送亲人最后一程 一般上 日本人会联络邻里的寺庙 请他们帮忙联系寺庙里的和尚 为色者进行最后的仪式 不过这场丧礼比较不一样 家属是通过互联网公司 日本亚马逊上网订购送亲服务 色者家属说 他的儿子因为癌症突然病逝 在紧急情况之下 他联络上这家 在日本亚马逊提供服务的公司 主要是因为价钱 比一般寺庙的服务便宜许多 根据日本亚马逊的网站 这家公司提供的服务 从大约400新元起跳 而如果是寺庙提供的服务 价钱将翻倍到1200新元 公司说他们提供网上预约和尚服务 五年来业绩飙升了两倍 他们最近刚刚在日本亚马逊上 提供服务之后 马上就吸引了大约100名僧侣 前来向公司登记 要求提供服务 公司相信 因为互联网快速又方便 现在的人们多数依赖互联网 来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难题 再加上智能手机的补给率越来越高 他们的生意才会越来越好 不过对于传统的服务社会来说 这种网络预约的方式 商业位太过于浓重 日本佛教协会理事长 斋藤明胜就发出声明 表示对于亚马逊这样的服务 感到失望 认为公司不尊重佛教 接受网络预约 为市主主持宗教仪式的这名僧侣说 只要能够让更多人了解 佛教的教义和理念 他认为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是好的 在日本 寺庙流逝的信众越来越多 尤其是乡间的寺庙 更是面临关闭的危机 一切都在弹纸之间 凡事都变得很简单方便 但是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也能够在弹纸之间变化 那是不是反而会令人失落呢 正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 下一个星期就是中秋节了 丽海文化园准备了各式的灯笼 把公众带进了神话世界里 稍后我们一块去看一看 这个神话世界是如何搭建而成的 欢迎回来世界一周 每年的农历8月15是家人团聚庆中秋的日子 除了赏月提灯笼和吃月饼 你还会怎么度过你的中秋节呢 我倒是有一个建议 不妨去滨海湾花园走一走 今年的农海湾花园呢 就准备了一系列的活动 其中就包括了菜灯笼 品尝中秋美食以及赏花灯 让公众在味觉视觉和触觉中体验中秋之美 在农海湾花园里面最令人瞩目的 就是园区里有10个巨型的灯展 比方说有中秋神话人物 例如嫦娥后裔 还有月老灯士都是重现眼前 其中这个月老花灯啊 是灯展里面最高的 制作和安装的过程是非常的复杂 那这些巨型花灯呢 都是来自中国四川的灯艺团队 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制作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就一块去了解 这个背后的制作过程 在柔美夜色的衬托下 冰海湾花园中的月亮神话主题灯组美轮美奂 像是深夜里的一盏明灯 今年的滨海花园庆中秋我们主题是月化 就是讲述一些有关月亮的传说 那我们有十组比较非常大型的灯笼 分布在花园各地 像有长额奔月啦 月老千鸿蟹那种故事 月老的灯组呢 是最高的一组 然后一共有11米高 漫步在冰海湾的灯展中 仿佛进入了民间神话世界 奇幻而神秘 在这些展览的灯组当中 高11米的月老千红线灯组 最引人注目 它可是最高的灯组 最喜欢的是我身后这个月老跟一对生人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语言很特别 今天一个月下老人的灯色比较特色一点 比较亮 而且比较少有这个故事 看来月老灯组让人印象深刻 然而你知道这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吗 半个多月前 滨海湾花园的空地上建起了大型白色帐篷 里里外外都可以看到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 这些工作人员来自中国四川的灯艺团队 而帐篷的搭建是为了让他们有更大的空间来制作巨型花灯 由于负责的花灯体型庞大 树木也多 加上时间有限 一定要在9月3号前完成才能赶上灯展开幕 因此早在三个月前他们就率先在中国着手筹位和制作 之后剩下的工程则在新加坡完成 复杂一点的就是在轨路做 这边主要是做大型的钢骨架 钢骨架大了集装箱根本运不过来 小型的话在这边做很费石 很费工 总人数有30多个人 因为这边是安装制作大钢架 然后所有过来的人稍微少一点 在轨路就有五六十个人制作 这名44岁的师傅邹树文 做灯艺已经有27年的经验了 他表示制作花灯的每一个步骤都不马虎 一定要专业才行 也不是专业人士 你做根本就做不出来那种效果 要制作出完美的花灯 一定要有一份详细的设计构图 月老花灯的构造细节复杂 要将它们设计成 比真人大好几倍的立体花灯 这个数字可一定要准确 才能算出正确的框架比例 最需要注意的就是灯做到形体 形体是最关键的 美工方向方的不好 它做出来效果就差了 之后师傅就以1比1的比例 将构图画在地上 再将钢线和钢架 按照地上的构图焊出来 接在一起形成人物框架 而这些比较粗大的铁架 则是用来支撑整个花灯的框架 以避免被风吹倒 最难做的应该是 长窝灯组和月老 因为月老它主要是体现在大 它的形体不好掌握 太大的灯组 还有就是工人上去安装制作 这些方面都比在地上 要有挑战性 你看到这个小型的月亮框架了吗 由于月老灯组是悬挂在半空中 造型又比较复杂 为了能够在安装时的角度对称 工作人员制作了这个模型作为参考 再后来是电弓装灯 装灯以后 完以后是表扶 表扶布皮上去 工作人员先在框架上涂上浆糊 然后将整片的布贴上去 剪掉多余的布料就行了 它们用的是段布 外表滑而薄 这样一来 里面的灯光才能均匀地透射出来 最后就是给月老上色了 美工师傅利用喷机枪 有层次地将颜料喷在布料上 上完色的月老是不是看起来 一发慈祥而温暖呢 参与这次滨海湾花园中秋活动的 除了这些丰富经验的 灯艺和美工师傅之外呢 不少新手也参与了这项活动 大显身手 他们为4000个白色灯笼 添上了色彩和图案 点亮走廊的天花板 形成了灯廊展示区 这些灯笼的图案 都是出自于公众和学生之手 总共有43所学校参与 甚至还有来自国际学校的 非华裔学生 盛放的莲花 香日葵 以及停住在花丛中的小鸟 弥漫着鸟语花香的美好景象 这些印着彩色花 绘和鸟类图案的圆形灯笼 可都是由远景小学的 小六学生绘画出来的 为了让学生了解 华人传统节日的意义 学校积极参与这次的中秋活动 让学生在学习美术之余 从中了解和感受 中华传统文化 我们选择了画花卉 因为花卉比较适合这活动 然后学生也曾经在课堂上 学习花卉的彩色技术 然后学以致用 在两个礼拜前提供的 然后送到学校 那我就叫小六学生画 因为小六学生有画水彩的经验 然后我们要在三个礼拜内画完 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画 也可以按照老师提供的 教学图作为参考 但是无论是哪一种选择 学生都很专心地彩绘 享受着创作的乐趣 我非常喜欢中秋节 中所谓美中家节背思青 这是一个让亲人一起团聚的日子 我画的是一些 我以前有学过的花 还有一些鸟 我一开始是想学我老师 他自己画的 然后因为没有样本 所以就跟着老师的画 虽然不是很像老师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满意 同样参与这次灯笼彩绘的 还有这所印度国际学校 参与的学生年龄层横跨幼儿到中学 尽管是印度同胞 可他们对中秋节可一点也不陌生 学生把灯笼当作画布 尽情挥洒色彩 这次灯笼设计的主题是生命的色彩 希望用绚丽的颜色点亮生活 在节庆时分为人们带来欢乐 这些画好的灯笼将被送到展示处等待放纸 这些画好的灯笼将被送到展示处等待放纸 制作好的灯笼和花灯来到摆放展览区的最后阶段 小型灯笼工作人员只需要梯子就能将灯笼高挂 但是大型灯笼的安置则是耗时耗力 例如要支撑并且树立起高11米的月老花灯 除了要面对高度的难题之外 他们还得确保花灯内的各种零件安装牢固 一大清早 几名工作人员将送来的灯笼绑上铁丝 然后挂在安装了铁网的天花板上 工作人员分两批将4000个灯笼挂上 色彩斑斓的灯笼一个个挂上走廊 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啥是好看 当工作人员还在挂灯笼时 另一边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动工 准备将大型灯组安装在展示区 几组人员利用叉车将部分的月老灯组 运到晴天树丛区 为了避免半路灯组倒下 还需要两名工作人员扶着 而在展示区 搭建灯组工程已经开始了 为了将大型灯式高高挂起 工作人员先是搭建起鹰架 他们准备将圆月高挂 工作人员利用吊车 将这一片片像花瓣的月亮组件 掉到半空中逐一合并起来 为了确保月亮构成一个完美的圆形 工作人员分别站在鹰架上 他们负责将弧形的月亮组件 最顶端和最底部 用铁丝固定到框架上 圆月成型之后 就可以将月老和两位新人花灯运过来搭配 这就形成了月朗灯组 由于花灯使用很多钢铁骨架 打造成不同的造型 因此有一定的重量 需要好几名工作人员一起搬运 然后再用同样的方式将它们吊上去 所有灯组的安装摆放的工作完成之后 是众所期待的亮灯了 彩灯在夜色中摇曳 这样的美景当然不要独自欣赏 记得要和家人一起度过 那如果你一个人生活在诗城 也不要忘了拨一通电话回家 在电波中共度团圆也 好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节目的世界一周 那么下一期节目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